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毛姑娘 我是职业治疗师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长者家居的一些安全小提示 尤其是认知障碍症的患者 认知障碍症的患者 其实他们的症状有分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认知功能上的障碍 例如他们可能记性会差点 专注力会差点 甚至乎他们有时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那个能力都会有少少跟以前不同 另外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们 有时会有少少情绪和行为上的一些状况 例如他们可能会有抑鬱的情绪 或者他们会有一些焦虑的感觉 另外有时他们可能夜晚 可能不太分到那个时间 特别他们会焦躁一些的 有时晚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行为 例如可能会带叫等等 这些情况都会有发生 第三个症状就是 到他们去到比较慢期一点 身体的功能 治理的能力都会慢慢去减退 所以如果譬如认知障碍症的患者 他们在家里面生活的话 我们都要留意一下家居的摆设 或者是有一些的措施 是令到他们可以更加安全的 那么长者有善家居呢 我们有几个目标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想防止长者他们跌倒 另外第二就是希望可以提升他们的活动能力 以及一些独立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的能力 第三样东西就是尤其是认知障碍症的患者 我们都很想透过家居的一些改装 一些设计去令到减低他们游走的风险 我们首先会讲一下不同的部分 有什么要留意 例如家居的大门那里的设计 其实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的长者的需要 如果长者是需要用轮椅去出入的话 所以门的阔度我们都要留意 又不能太窄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家居的大门 是有850mm的阔度 这个就会方便到长者去出入 假如他们是需要用一些作行架或者是轮椅 都会方便到他们的 另外原来我们家居都有一些陷阱 尤其是在一个大门或者在不同的门那里 我们都会有一个门栏 门栏那里其实长者他们看不到的话 或者他们真的行动不太方便 都会有机会压到 会增加他们跌倒的风险 如果家居里面真的一定要有门栏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颜色上面 例如我们那个门栏的颜色和地板的颜色 一定有个强烈的对比 给一些有视像的长者 或者甚至乎认知障碍症的长者 他们都会特别容易看到 但如果可以的话 连那个门栏都可以整走 就是最好的 另外家居的家居都可以留意安全性 例如那个座椅的高度 太高太低 对长者都是不合适的 如果他们是刚刚好坐下的时候 膝蓋由90度 那就最方便他们 由坐下起床做这个转移了 另外一张座椅 其实都要小心去选择 我们要选择一些四平八稳的座椅 不要说有一些有滚的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胶座椅 那就不是那么安全了 在家居的光线都要保持充足 日常的时候 我们尤其是需要打开窗帘 对于认知障碍症的患者来说 他们都很需要透过日光 太阳的光线 令到他们可以分到日常和夜晚 还有当夜晚的时候 他们要准备入睡 如果当日有充足的阳光吸收了 其实他们会特别容易去睡觉 所以令到他们的情绪都会稳定些 如果他们睡得够的话 所以我们都要留意 日常的时候的光线有没有充足 另外就是晚上 有很多长者 可能他们都会去洗手间 晚上如果他们真的要起床 去厕所那段路途 可能都要考虑一下 要加上一些小夜灯 就方便他们 晚上可能不需要特意要开着小灯 他们走过的时候感应得到 就已经可以看到那条路 有没有一些障碍物 就避免了他们 晚上去洗手间的时候 中途会卡到 会跌倒 会跌倒 另外家居里面 有一个非常之大风险 需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浴室 因为浴室很多时候 可能洗澡 会有少少湿滑 亦都因为这样 会大大提升了风险 就是长者会在厕所里面跌倒 所以在浴室那里 我们建议一定要加装合适的扶手 很多人都会问 姑娘可不可以用挂毛巾的扶手 其实是绝对不建议的 挂毛巾的扶手和一些合适 给长者用来借力的扶手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安装 这些地方要找合适的扶手 是稳定的 才可以让长者借力 让他们在浴室的时候 由坐下起床 或者转移在浴缸 站干 到地上的时候 也有一个合适的地方 让他们借力 令他们跌倒的风险也降低了 另外就是地上那里 真的长期要保持干爽 一有留意到湿滑的时候 就要立即抹掉它 在这一幅图 我们展示了一个模拟的 设计图 在浴室里面 我们建议加装了不同类型的扶手 你会看到这个扶手在座室附近 以及在浴室的位置 我们也建议去加装 另外就是一个特别的位置 它的浴缸和企缸 其实我们也建议去拆除 因为这个长者的活动能力 就相对低一点 所以无论它要纳高 要站进企缸里面 它也会有困难 另外就是我们也建议它 装在一个可以摘得埋的浴椅 方便去洗澡的时候 就可以将那个浴椅 摆下来 坐上去就非常稳定了 如果譬如有些家庭 可能它不想装这些摘得埋 其实坊间也有很多一些比较小一点 或者是很稳定的浴椅 都可以摆在洗澡的位置 就被长者尤其是可能 他们双脚的力量减弱了 其实洗澡也会是一个挺累的 以及真的挺有风险的一个活动 如果他们能够可以转做坐在这里洗澡 其实安全性就会大大增加 另外睡房 其实我们也要留意床的高度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座椅的高度一样 如果我们长者坐下来的时候 刚刚好的膝盖是有90度 就是最合适的 另外也会看看长者的能力 例如如果他相对的力量真的减弱了 我们也会建议他在床上加装一些床栏 例如在这幅图里面 你也会看到有一个半床栏 也会方便他们由睡的姿势 转移到坐起床的姿势 由坐起床也可以借力 令到他们站起床的时候都会更安全一些 而针对认知障碍症的患者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项目都需要留意 例如因为认知障碍症 他们甚至去到一个程度就是可能不认得一些物件 或者忘记了自己的物件放在哪里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将一些柜子变成一些玻璃的柜 让长者可以看到柜子里面有些什么 而将他平时经常用的物件都会放在那里 让他养成一个习惯 或者甚至看到在那里拿到 其实都会方便他们日常生活 另外就是我们多些使用不同的标签 这个标签可以是一些物件的名称 用中文字或者英文字 或者甚至乎是一些图像 那我们要看回认知障碍症的患者 他本身究竟是认得图像 还是认得文字 那我们都要看回 究竟是用哪一款的标签 比较合适他们用的 而我们都建议长者在家里 可以加回一个日历 用最传统旧式的日历就是最好的 可以看到日子 那些字体够大 也可以给长者写下他们不同日子 哪些要复诊 或者给家人都看到 长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 可以透过日历去沟通 另外大门那方面 为了我们可能减低长者游手的风险 其实可以加装一些警暴器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大家睡着觉了 可以把警暴器开着它 当长者有机会想离开家里的时候 也可以提示到其他家人 去留意那个情况 第二个方法就是 可以考虑装修的时候 将大门做一个隐藏式的设计 和墙可能做同一款设计 或者是同一款颜色 让长者就可能不容易 去找到大门在哪里 亦都可以减低长者右手的风险 作为接顾者 很多时候都会担心长者 他们在家里 参与一些治理活动的时候 会有一些风险 例如可能要自己煮饭 要接触一些逻具 可能会担心他们开了火 会忘记关火 等等 这些都会令到长者 可能减少了一些机会 去参与一些治理活动 作为职业治疗师 其实我们都很鼓励长者 如果他们能够参与到 某部分的治理活动 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去做多些 因为其实这些活动 都会有助减缓 认知障碍症患者的退化情况 如果家人想了解多些 如何可以透过家居环境的改装 或者是透过职业治疗 令到长者他们在家里 可以投入到多些治理活动的话 都建议大家可以联络医生 或者联络医生 职业治疗师 去了解多些 多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个健康小提示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问我的话 未来十二月都会有一个实体讲座 到时就可以面对面和大家 谈谈多一点 关于我们这个小提示的内容 到时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大家记得like、share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在等待您的报名 加入我们的杏林之友会 这样您就会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影片 和可以知道我们所举办的活动